我们提到日本,就会想到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武士,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,日本军官被抓的时候,都会切负自尽,以表示对天皇的忠心。 这些日本人对日本天皇是有名一般的崇拜,不仅男性可以为此牺牲自己的性命,甚至连女性也会为战争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,一般女子就会去当军纪来帮助军队缓解压力。 日本这个国家,确实令人感到不寒而栗,因为一个女人都能为战争,为天皇付出这么多,因此,这也是我国为什么,要始终铭记着这段历史。 在抗日战争时期,日本军队烧杀抢夺,不恶不作,不仅如此,他们对手无福基之,力的俘虏更是令人乏指,要知道他们会杀掉所有男性,将女性冲作为安抚。 这对女性来说,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,更是人格上的侮辱,日本军队的这些作,法简直是泯灭人性,要知道,我们整整有着将近十年的抗日战争。 在抗战时期,尤其是一开始,我们国家处于劣势,很多地方都轮位了日战区,这也就意味着,日战区的女性要长期遭受这种对待。 在这种情况下,女性很容易染上传染性性病,这时候日扣就给我,国女俘虏注射一种药剂,这种药剂可以杀死人体内的病菌,但是会导致女性失去生育能力,这种行为简直是丧心病狂。 所以可想而知,在战争时期,女性沦落到日军手里,是非常凄惨的,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,很少为安妇能够活下来,就算后下来了,也无法生育了,这也是为什么我们,始终痛恨这些残忍的日军。 她们将女性看成是性奴,不仅是自己本国的女性,连外国的女性也是这样对待的。 然而,事到如今日本还是,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孽,甚至丧尽天良的去晋国神社朝拜,就是这样毫无人性,可言的国家对我国犯下了滔天的罪恶。 虽然现如今的社会很和平,但是我们始终要保,使该有的忧患意识,永远在心中铭记层,经侵略者带给我们国家的伤害,这是我们国家永远的耻辱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 明镜需要您的知情